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消费电子市场下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而相比老对手英特尔来说 DMD刚刚交出的业绩是超预期的 所以股价接连大涨,市值也是轻松超越前者 如果仔细翻看DMD财报,会清楚地发现 其最大的增量来自伺服器市场的提升 这是英特尔比较赚钱的业务 而在这个领域的突破,就带来了提升的空间 所以,公司股价在财报发表后出现大涨 当然了,DMD之所以表现相对较好 也是跟管理曾有直接的关系 苏兹封全面接管公司后 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和执行长职位 确实给外界传递了积极的讯号 在这之前,DMD宣布 将从晶片制造商Marvel科技聘请 Gin Hu担任其新任财务长 目前,其由苏兹峰直接领导 资本市场认为 DMD目前的管理层和业务发展动力是清晰的 后续想象的空间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英特尔持续被资本市场冷落 甚至是不看好的关键所在 AMD第四季度财报 营收比上一年同期增长了16% 全年则大涨了44% 创造了新纪录 尤其是考虑到英特尔的财报 堪称灾难级别的 这个成绩相当可以了不 即便如此 从Gartner数据来看 PC行业再次进入寒冬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去年第三季度的出货量跌幅 就创下近20年之岁 这样疲软的表现 自然也传递到头部晶片厂商 如英特尔、AMD头上 英特尔财报的糟糕有目共睹 AMD尽管保持了增长 但主要得益于数据中心和窃入式业务 客户端处理器以及游戏业务 第四季度双双下滑 执行长苏兹峰表示 这是因为客户忙于清理库存 AMD以PC处理器为主的客户端部门 营收9.03亿美元 同比下降51% 游戏业务部门营收下滑了7% 盈利也下滑了23% 这部分主要是AMD的处理器 比如锐龙桌机板及笔电板 营收腰斩意味着PC市场的寒气刺股 要不是伺服器处理器在数据中心市场大放光芒 这次的财报真不好说是否还能增长 PC市场的寒气还不会很快结束 AMD执行长苏兹峰在财报会议上表示 第一季度还会继续下滑 包括PC处理器及Radeon显示卡 预计2023全年全球的PC出货量会从去年的2.91台下滑到2.61台 除此之外 显示卡拖累也是一部分原因 但问题来了 在营收腰斩的情况下 AMD的CPU显示卡为何价格没有大降 特别是去年矿卡崩盘 原本不少人预期显示卡价格也会暴跌 但是AMD及灰达两家的显示卡 只是之前的溢价减少了 部分热门型号在矿难之后依然比键溢价还要高 这个问题现在有答案了 在AMD的财报会议上 执行长苏兹峰解释了他们是如何 根据需求调节 CPU及显示卡供应的 苏兹峰表示 过去两个季度中 AMD的销量或出货量一直出货不足 第三季度出货不足 第四季度出货不足 今年第一季度也会小幅出货不足 苏兹峰的原文用的是undership 词语本身的意思就是货物出货不够的意思 然而苏兹峰的这番表态被多家著名媒体 如PC Gamer PC World等抓住了 呈苏兹峰的表态意味着AMD一直在用出货不足来维持 晶片平衡 换观众们看得懂的意思来说 这几家媒体认为 AMD在矿卡崩盘导致需求大幅下滑之后 限制显示卡出货量来维持市场紧张局面 进而防止显示卡大幅降价 这就解释了为何没有出现此前预期中的显示卡价格暴跌的局面 AMD执行长的这番表态已经在海外引发强烈的讨论 不过这是不是海外媒体曲解了苏兹峰的意思 还不好说 因为Undership本身的意思是中性的 事件还在发酵中 就看AMD怎么原厂了 不过话说回来 对于2023年 苏兹峰还是保持了谨慎乐观 他认为PC电脑一季度触底上半年放缓 但下半年将恢复增长 预计全年出货量下滑10%左右 2024年开始显著复苏 对于AMD来说 今年一季度的客户端处理期和游戏业务收入仍会下滑 总收入下滑10% 苏兹峰指出 AMD会通过优化产品组合进一步获取市场份额 并赢得长期增长 他还谈到 今年采用AMD晶片的笔电款式增加了25% 将有250多种投放市场销售 现阶段 AMD的旧款产品正在轻库存 随着新一代锐龙7000处理器全面铺开 这也会改善AMD的业绩 但是 AMD34锐龙7000系列处理器 一直被高昂的平台价格所拖累 X570 B650主机版都实在太贵 尤其后者本来定位主流 结果价格让不少人炸舌 但新的A620主机版的价格空间 预计普遍会大幅下降 根据最新爆料 AMD A620晶片组将彻底砍掉用处不大的PCIe 5.0 其中自身提供8条PCIe 3.0 与处理器连接通道是4条PCIe 3.0 而搭配锐龙7000系列处理器支援28条PCIe 4.0 这些对比B650正好降低了一个档次 但通道数量则完全相同 USB接口方面 只有两个10G速率USB3.2 Gen2 两个5G速率USB3.0 Gen1 并保留6个USB2.0 超频方面 虽然处理器超频是不支援了 但居然保留记忆体的RAM超频 只是不清楚 是支援AMD XBO 自动超频 亿或手动超频 还是二者都有 发烧级市场方面 年初 AMD正式发表了锐龙7000X 3D系列处理器 通过堆叠3D V-Cache 进一步提升游戏效能 型号也从上代的一款增加到三款 2月初 AMD终于公布了锐龙7000X 3D的上市时间 每版价格 每版价格 锐龙9 7950X 3D 2月28日开卖 699美元和锐龙9 7950X首发价完全相同 16核心 16核心32线程 16M2级快取 64M3级快取 64M3D快取 核计多达144M 核心频率4.2-5.7G TDP 120W 锐龙9 79000X 3D同样在2月28日开卖 599美元 比锐龙9 79000X首发价贵50美元 12核心24线程 12M2级快取 64M3级快取 64M3D快取 核计140M 核心频率4.4-5.6G TDP 120W 锐龙77800X 3D 则在4月6日才会开卖 449美元 不但比锐龙77700X首发价贵50美元 也比锐龙97900高出20美元 8核心16线程 8M2级快取 32M2级快取 64M3级快取 核计104M 核心基准频率终于公开为4.2G 加速频率5.0G TDP 120W 总的来说 AMD在高阶CPU市场 推出3D V-Cache版 针对入门级市场 AMD正在准备高价效比的A620主机版晶片组 除了维持自己良好的财报趋势之外 高低阶同步出击 这让英特尔就愤败头疼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